瑞瑟虾五鹤台地灌溉用水缺乏的问题由来已久 今年长达一个月高温不渝的天气 已经造成茶树严重旱灾 经农会总干事黄上皇积极向上争取提报 获得农会以及农田水利会的支持补助 分期办理五鹤地区灌溉管路系统建设 第一期将在10号正式动工 未来农田水利会长文芳荣表示 将五鹤地区纳入喷管区的管理维护 解决瑞瑞五鹤台地三四十年以来 缺乏灌溉用水的问题 农委会透过扩大灌溉服务政策补助经费 分年分级来办理五鹤地区的灌溉管路系统的建设 第一期已在10号正式动工 预计110年2月完工 这次核定的计划主要是第一期工程 它主要的工程内容是取水口的改善 跟管线拉到2000吨的取水值 大概经费工程经费预估 我们核定是800万左右 那未来还有第二期跟第三期工程 那这个部分水利会钙股 可能要加起来要两三千万左右的这个纠费 人水五鹤台地灌溉系统 还是得要分期分年才能完成 部分农民就忧心 未来茶树旱灾更甚 期盼能缩短期程 另外也有部分茶农 质疑第一期五鹤台地取水设施改善工程的 取水水源供水的稳定性 期盼上级单位重视 我建议应该第二期跟第三期是连在一起 明年就把它傍晚 因为它再也受不了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五鹤台地 当然我们这五鹤台地只有200多公顷 如果说可以是从那边的水源是最充足的 你们只有看这个山头 这边背面这个滑动山 这个滑动这个山头 这个背面这边的水源而已 农委会农田水利处及花林农田水利会 也特别就解决五鹤台地灌溉用水缺乏的问题 提出了三期逐年来改善的政策愿景 地方所会首长陈进光 陈廖安也都支持肯定 花林农田水利会长温芳荣 也特别强调 五鹤台地灌溉管路系统 主要是为旧汉之用 也将加强后续的管理与维护 目前山上是农田在用 农田他们水田在用 水田必须几乎天天要有水 但是我们茶叶来讲 它就没有那个需要性 在如果是将来整个规划完成以后 施设好以后 我们会做调配会做管理 五鹤台地今年长达一个多月 高温不雨的天气 造成茶树严重旱灾 经过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积极向上提报争取 获得农委会与花林农田水利会的支持 投注经费协助地方改善灌溉用水缺乏的问题 未来包括灌溉支线 小型蓄水池等建制以及管理维护 也期盼农民也能配合 要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这一个喷罐设备 农田水利处最主要是做主要的一些建设 那包含这个田间的 我们茶园里面的这个滴罐设备也好 你要做滴罐设备也好 要做喷罐设备也好 这个需要我们农友自己来做一些处理 但是 但是 我们农田水利会很照顾我们的这个农友 只要你要做炭骨的 要做里面的喷罐的 包含引擎好像都有补助 包含引擎都有补助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说趁这一个机会 我们的农友一定要把握 属非喷罐区的五赫台地 早期农田水利会也设置五赫郡 来灌溉下方的水稻田 如今在协助台地上 喷罐系统管路的建制 未来农田水利会长温芳荣表示 基础灌溉浚沟建制完成后 也渴望纳入花联农田水利会 喷罐区范围内来管理维护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播到 这件事是玉岩狗的 integral维护